师父你回来了师父 好多你们好多所有很想你问师父怎么不做节目了 刚刚回来今天早上刚刚到 师父辛苦了师父 师父今天有重要的信息去分享 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吗 关于敛财的 师父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 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 师父我念一下吧 弟子问南京菩萨提前告知 近期交有一批敛财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 是否是菩萨慈悲 给这些敛财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 南京菩萨开示如下 是这样 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 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 如若如此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罪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 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 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 这位母亲这么慈悲 你们莫姑父亚 莫姑父亚 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 心灵法门的事情 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 你们有这个缘分 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 这么好的法门 一定要珍惜 别再错过 弟子看到南京菩萨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 南京菩萨接着开始 你们要知道敛财是要下地狱的 不是我在吓唬你们 我不需要吓唬谁 因为因果在那里 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 你说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 不可能 可是天律阴律在 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 你师父心宽 我告诉你们 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 不是用在自我安慰 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 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 怎样回避 你们的劣干性还是在 这是绕不过去的 我把敛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告诉你们 执法官会绑住受 绑住受刑人的手脚 你不是他吗 不是爱钱吗 执法官会用刀不停的剁 砍敛财人的手 血就是这样一直流 但是过一阵子手掌出来 再继续这样受刑 身上的皮一层一层的剥 肉一块一块的掉 那种惨叫声 不绝于耳 到时候再求菩萨 求你师父 已经晚了 来不及了 更有甚者 有些人根性很差 到了地狱里看到钱 还要拿 众生无名 难救养 弟子问南京菩萨 给佛有结缘小房子 拿假小房子冲树 可属于敛财 菩萨答 不仅是敛财 这属于敛财 欺骗菩萨 骗天骗地的大罪 恕罪并发 弟子 接着问南京菩萨 像有些童兄 也是好的发心做功德 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 订酒店机票 怎么会敛财呢 南京菩萨回答 你们不要总是用人间的观点 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 发心是好的 中间的过程就一定如理如法吗 发心是好的 后来的起心动念 有贪心 你们看得到吗 发心是好的 可是结果动了同心的钱 你们看得到吗 见识根本呀 做功德同样是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 菩萨已经尽信 他们是用自信之光 自信之光 用智慧眼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 你们还未接近 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 这个人挺好的呀 观念是这个人好不好 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末法时期 两岁 两岁最重 敛财和放佛 学佛人算更是 学佛人算更是罪佳一等 今日我在此重申此事 望迷途的孩子知返 诚心忏悔 好好笑艳 另外我再补出两点 第一 请弟子每日早晚将佛台前读诵弟子手则 红法度人手则 报出名字和弟子证编号 这两个手则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 这就是戒律 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 真的不行了 第二请同修发心 将你师父关于敛财放佛的开示 整理成专题 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布师 要不定时的 要不定时的将敛财放佛的开示 管动发布 警睹常明 师父法身开示 现在知道了吧 听到了吧 赶紧把菩萨的开示记录下来 打电话过来 给大家听听 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 拉都拉不回来 你们去斗吧 跟因果去斗吧 看最后伤的是谁 现在还有人不信 还在说这是谁通 还在说我们不信 哪里会被拉走 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越来越多了 你们去做好了 你们看看好了 你们攻击我 我不怕 我不受伤 最后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 看看你们在哪里 师父不多说 请这些菩萨多多说 师父我分享完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 就是上个礼拜 已经知道有一个人 已经走掉了 是恋财的 他已经是 已经忏悔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走掉了 已经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没有办法的 复发 恋财 走掉了 年纪很轻 只有42岁 42岁 42岁 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去做好了 你看 师父在法神讲的话 跟现在讲话差不多 你一听就 差不多 语气 各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菩萨很着急 因为菩萨看得到 因为 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 我不愿意讲的 就是绑佛 实际上你去看绑佛的人 报应更大 因为你断人会命 是的 师父 南京菩萨开始了绑佛 我想下周分享 因为 他这个脸才开始了 很多 真的南京菩萨都说了 正如师父这样说的 所以一个人不能 你再怎么样 你比方说 你可以不修 你可以不学 对 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 你不能去绑佛 因为护法神 他不会饶过你的 你嘴巴在 你嘴巴只要讲绑佛的事情 他马上帮你记账 记账而可以 直接可以报到天界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去看 现在你看到庙里去 过去小时候在庙里讲话 现在全部 生癌症 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的 现在绑佛的人 你去看 生脑流的 就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写那些 绑佛的文章的 生脑流 生脑流 割掉又长出来 割掉又长出来 三次死掉 太多了 师父 刚才您说 直接报到天界 是不是报到 于皇大帝那里 于皇大帝在通知地府派 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因为绑佛 佛是天界的 天以上的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事情 因为是犯到天界了 所以由天界来处理 如果你在人间杀人 抽东西 抢劫 那么由地府的 严往老严寰 明白了吗 他分得很清楚的 因为你讲到天界不好 那么天界就要来判 如果你是在人间 做的那些英式 那么由地府来判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判的时候 天界判的话 是不是判得很快 是不是这样 师父 其实很快的 都是很快 他有专人的 天上有这种 金刚菩萨 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边 他也是有金刚菩萨的 金刚萨多 金刚萨多菩萨 他是专门惩罚那些 犯中业的人 犯中业的人 有的人们就是 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 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 全部弄掉 没了 根本上不去 对对 等于把你家弄掉了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我问几个问题 你看南京菩萨说 听了录音 还不引起重视 执迷不悟 菩萨说 听了录音 还不引起重视 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最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 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师父 一件事情 再给机会之后 不悔改 是不是就最佳一等 程度更严重 是这样吗 师父 我举个例子 你在学校里 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 老师跟你说 你改变 你要改正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不还 对不对啊 你不还 你继续 不改 你是不是说 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 把你算的最佳一等啊 那会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别惯犯了 你不是 不是第一次偷啊 你别惯犯了 惯犯的处理 和一般的开始出范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这个最佳一等 是天律定下来的吗 师父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所以 知法犯法 也是最佳一等 你今天守 你今天自己说 我守戒了 你骗了菩萨了 所以我这次 开示的时候 跟他们开示的时候 我也在讲 为什么很多人 骗菩萨呢 菩萨难道看不出来 跑到菩萨 看得出来 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 你连哭带吼的 你真的是在改 你说我真的菩萨 因为菩萨当时 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 想改呀 问题 菩萨给了你了 帮了你了 解决之后 你变卦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 那就是护法神来处理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他出而达而 护法神绝不提提 但是菩萨在你 哭着求的时候 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 所以菩萨会帮你的 所以你最后 出而反而 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 那是不是 护法神觉得你是 最佳一等了 好了 是的 那师父 我这种脱走 平常你们 师父您开始的 这种脱走 一般就是 就是觉得 这地府被拉走 是这样 他是 你比方说 你绑佛的话 由天命下来 地府来自行 如果你是 一般的比方说 你是练财什么的 如果你练的小财 地府管 你练的是菩萨的财 照样由天界判 哦 练财也是天上管 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呀 出佛身上的钱 对对 为什么属于大业呢 还有人家说 就沙父沙母 沙母 都是属于大业 为什么呢 因为 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 孝是由天呢 由天管的嘛 孝顺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师父常说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人流泪 这篇南京菩萨的开示 也提到南京菩萨在说 观世音菩萨 对大家 对大家的慈悲 也流泪了 南京菩萨也流泪了 师父 虽然每位菩萨的个性不一样 但是 只要是 只要是 菩萨就有大智慧和慈悲心 为什么天上的菩萨 也会被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感动 触动 而流泪呢 连佛陀就说了 连佛陀就说了 天上这么多菩萨慈悲 观世音菩萨第一 不急 众菩萨都 慈悲不如 观世音菩萨 因为 很多都是 金刚萨多啦 他们 还有一些菩萨啦 他们 在其他方面 比方说 在智慧啊 在 在 去 救人的舍己 那方面 他们都是 很好的 第一的 但是在慈悲方面 的确是观世音菩萨最最圆满 所以呢 一讲到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赞叹 并不代表 就是说 其他菩萨不无慈悲 只是说 最慈悲的是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 开始 那师父 你像这天上的菩萨 神灵也会被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感动流泪吗 如果在天上的话 会的 我告诉你 佛陀在世的时候 经常流泪的 佛陀 我告诉你 真的 慈悲的不得了 他很可怜 佛陀经常 经常流泪 一看到这个人救不了了 佛陀就难过 你知道佛陀 吃那么多的苦 不就是因为慈悲吗 我们学佛陀 不就是吃这么多苦吗 有时候慈悲别人 人家在害我 我有什么话讲 你要慈悲 你就必须忍辱尽尽 没办法 对不对 谢谢师父的 你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很多 连弟子都可以 对你这么不尊敬 你说你师父怎么办 你也流泪 你心里流泪 你连尊师众道都做不到 你说你这种弟子学什么 你连学佛法 他下来的时候 又来求师父 对了 就是这样 你现在知道就是了 对不对 师父 他来求师父的师父 师父会不救不了 因为我是 我是 这个 这个位置 我自己境界 修到这个境界 他修到这个境界 他来求我 他不仁不义 我不能不仁不义 师父 你都突然又要 执逼他 可怜他们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 经常被人家伤害 他们就是这样 我被很多人 就这么伤害了 他就利用你的 慈悲 经常在骗我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我可以十几次 都没问题的 到了最后 菩萨护法神 叫他走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南宁菩萨描连三人 下地狱的惨状 刚才分享的 师父是这样吗 因为在地狱里面 他全部都是这样的 他把你头砍了 你过一会儿 头又长出来了 长出来之后 我问你 人家要砍你头之前 那种恐怖的心理 那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就是 他每一次惩罚你 就是 你要死之前 那种痛苦的 这种经历 他叫你再不停的重演 就无间地狱 没有时间的 生出来了 砍掉 生出来了 砍掉 你看过现在那些科幻片吗 枪一打 枪一打 把一下子 躺在地板上了 过一会儿 啪又起来了 实际上他讲 他讲的就是这种灵性 明白了吗 灵性 灵性 灵性会 灵性聚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灵了 就是一个祖灵了 就是像个人一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师傅 那脸财的人会下到哪一层地狱呢 叫什么地狱呢 师傅 脸财下面很多了 一般的 一般的来讲 寒冰地狱呢 女的去的多 寒冰地狱 寒冰地狱 女的去的多 那个男的呢 一般呢 到了这个 就是那个 要爆热 爆那个锅一样的 就是一根烧红的 这些呢 都是色方面 淫荡的男人 因为他是这样 他呢 到了下面之后呢 你淫荡的男人 他会 让这根管子 变成一个美女 然后你上去抱他 一抱他 你就粘在那个管子 烧通红的 然后你就皮 全部粘在上面 就听见 噼里啪啦 烧焦的声音 然后痛的呢 热的不得了 你拉都拉不出来 因为皮跟这个铜的东西 粘在一起了 拉不出来 还有的 还有的女的们 到一个拔舌地狱 因为 脚舌头 你经常这样讲 师傅 你像这种敛财的 他在地狱里受罚 他有出气吗 有出来的时候吗 还是有无情呢 有 一般的到了18层地狱了 那就 基本上没有出气的 出去就是基本上 自己的祖灵完全没了 就是说一般的 让你受的 比如寒冰地狱啦 或者就算 就算那个 那个那个 比较厉害的 这个第六 第七呀 这种地狱啦 照样可以受报结束 受报结束 头畜生 还可以回来 哦 那师傅 是不是地府 地府专门有一个地狱 是专门惩罚 对于点财的 就是出国的 炼财的是叫火 火行地狱 就是 就是把你烧啊 不是你这个炼财 不是心里 心有欲望吗 有欲火吗 嗯嗯 他就烧你啊 把你的手烧掉 把你的脚烧掉 然后烫的来 把你的眉毛烧掉 所以你看头发竖起来的 你看很多人就像 就像被火烧一样的 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是拿钱吗 你一去拿钱把你烧 烧没了 你的手又长出来 又烧你 对啊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欲望呀 他讲的是欲望 你看你看那个南川佛教里边 他门口啊 每个庙门口 他有 他当时佛陀那个时候 啊 之后他们在南川佛教所有的寺庙里边 他有一个半圆形的 这里边那一层呢 是像太阳一样的 光芒 然后呢 他第一层是什么呢 第一层呢 就是啊 就是火 火呢 就代表你有欲望 第一层 第二层呢 就是有四个动物 代表你生老病死 代表你 人生无常 第三道呢 就是水 水代表什么呢 水代表你的业障 像草原般的 根本去不掉 然后呢 再有两个呢 那几个是天鹅 天鹅的就是你要摆脱人间 想到天上去 你在修心 在学佛 那么最后呢 天鹅摆脱了人间的欲望之后 飞上天空 最后进入了啊 那个 这个太阳和那种阳光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佛光啊 进入佛的世界 你去看 南川佛教所有的寺庙门口都有 这个半个 半个石雕雕刻出来的 四个动物 四个动物就是生老病死 我因为记不得 哪四个动物 就是好像有一个是牛 牛是做牛做马 所以 四个我以后可以 可以再跟你们讲 我所以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佛陀整天就是在告诉我们 火就是欲望 所以你去看 要钱就是有欲望 还有色 色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个男人都要下去 现在这个女人也是要下去 很厉害的 是 那师父讲究那个欲害难停啊 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告诉你 所以知道的人像大人一样 知道的人着急 小孩子不懂 不知道 他不着急 等到他吃苦头了 小孩子才觉得痛 大人是看见孩子还没有 吃苦头 大人就痛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师父 你看菩萨以前 很少会开始这种地狱的派照 这次真的用心良苦开始了 很少 过去菩萨不是末法时期 菩萨没这么多 菩萨上来讲话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其实菩萨跟我最近讲了很多话 我都不能告诉大家 哦 很明 那你要知道 有些事情 我们大家心里知道 师父可以在平时的洪法当中 慢慢慢慢的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一点点 我不能全部讲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你讲到很多天时的问题 师父 你看一天一眨眼就过去了 太快了 你说 你说现在的时间快还是过去时间快 现在时间快 谁都知道啊 现在时间我告诉你 一年一年都快得不得了 一个月一个天一天快得不得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小时候吧觉得 哎呀又过来一年感觉很长 现在哎呀一爪眼一年过去了 真的是 看看司机几岁了就知道 嗯 明白明白 嗯 谢谢师父的 此比开始 师父啊 嗯 再接着问 你说 你说师父 嗯 不小心敛财和故意敛财的果报 有何不同呢 师父 不小心 不小心敛财不下地狱 哦 故意敛财 故意敛财下地狱 但是如果敛财很少数量不下地狱 如果敛财很多一定下地狱 不管有意无意的 只要数量达到了 它的质量就变化了 它的质就发生变化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不小心敛财了 他如何补救呢 师父 很简单 把钱退还给人家 然后念经 念礼佛 多少遍呢 礼佛 一般的要想保证 保证消掉的话 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 那师父 他不小心敛财的话 他那个退还不去 他印经放生都可以吗 师父 我告诉你 最近 最近 这个菩萨说了 就是说 现在 如果你 就针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重大的 你如果真的发恒星的话 你可能可以 但是你不能每天这么念的 就是某一件事情 你可以念到四十九遍 礼佛 已经多了 已经多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刚才说 故意敛财 一定下地狱 但是这个敛财的全数 达到多大的数目 算是大业障了 可以这样问吗 师父 应该 这个业障 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达到 达到 让人家痛苦 你就是有业障 它不是以数量为主 它是以人的心灵为主 比方说 你拿掉 你比方说 对方你 你连人家财 人家一共只有一千块 你拿掉人家三百块 人家难过的 痛苦的不得了 你就下地狱 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 比方说 他有一百万 对不对 你拿掉他几千块 他没感觉的 这个人 你这个业障就小 现在明白了吗 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是他偷着敛财 别人知不到 还反而感应他 谢谢他 那这种情况呢 那这又双罪并重了 就是要欺骗了 又欺骗人家了 又欺骗又练 这个是 这个是两个罪加在一起 你一定有大夜报的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南京菩萨开示 末法时期 两罪最重 敛财和报复 学佛人 但更是罪加一等 师父 我们也需要持五戒 否则业障也是很大 为什么菩萨却说 敛财和报复的罪业是最重呢 师父 报复断人会命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佛陀 你害人一命 也不就是损坏你的七级佛陀吗 七级佛陀就得一分宝塔山 你看什么玩笑 大功德 你害人一命的话 你把人家会命弄掉了 对不对 对 你自己不学了 你跑出去 哎呀 没什么好学的 哎 这种怎么怎么怎么 一讲 好了 人家不学了 这个罪业全部由他自己担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南京菩萨开示 做功德 同样要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 请师父再开示一下戒的重要性吧 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戒嘛 就是要守戒 你比方说 首先弟子 守什么戒 尊重师父 这是第一戒 你连师父都不尊敬 你会尊敬佛的 你会尊敬菩萨的 谁来尊敬你啊 你今天做 你今天 你今天一个老师 连自己校长都不尊敬 学生会尊重你的 你今天一个孩子 连自己父母亲天天在外面骂 你说这个孩子 人家会对你好的 这是戒 然后不能吃喝调赌 不能有欲望 这些全部守住 你不就好人了吗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见女色 不动心 看见钱财 不忘心 没有忘动的心 对不对啊 你看见做官 有名有利 不去跟人家争 不去跟人家抢 这难道不叫守戒吗 人家就吃荤的 吃活的 你不造业 你吃素 那不就叫守戒吗 是 其实师父 正如师父 您的左右名 就是无欲自然 心如水 对啊 无欲自然 心如水啊 你没有欲望了 你没有火烧心了 那你说 你的身体不就好了吗 你天天有欲望 你活在火当中啊 你终于有一天 在里面被人家烧死啊 你的心中 弩火这么旺 你说烧到哪里 总是对你身体不好的 烧肺 烧肝 烧心 烧胃 你说哪一个烧的不好的 全部都是不好的 明白了吗 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次力开始 师父 南京菩萨开始 第一 请弟子每日早晚消佛台前读送弟子守则 弘法度人守则 报出名字和弟子正编号 第二 请同修 同修发心将你师父关于脸才报佛的开示 整理成专题 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部师 要不定时的将脸才报佛的开示 管动法术 尽忠常明 请问师父菩萨特别提到了两点 是不是对我们一种硬性的要求了 要把这两个守则作为戒律来戒持了呢 师父 其实心灵法门这两个肯定是戒律 很简单 对对 这怎么不是戒律 你看看弟子守则你拿出来看看 不去讲别人的法门 对不对 对对 相互爱护相互尊敬 尊师重道 对不对 这些东西尽量持素 这些全部都是守戒 哪个不是戒条 心灵法门不去讲人家好坏的 我们不讲的 对不对 对对 叫伸出嘴巴 有些人学佛 整天讲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不好的 你说这种人不叫 他就是不守戒 对不对 人本心的好的 哪有说这个不好 说那个不好的 对 一个大法师 一个大和尚 对不对 你去问他哪个法门好 他只能笑笑 人家心中有佛 人家怎么会说谁好 谁不好 对不对 对 师父 人们心的好的 人家没有说 你说东到西 也没有说平安这平安那的 这是我们感触的 心中没是非 所以他嘴巴里 也说不出是非出来 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对不对 对对 师父 我这个提到了 红法度人手 有的同修还不知道 能否找秘书处 再发一份 师父 给大家 慢慢叫秘书处 再发一份 度人实际上 是要用心来度人家 不是你去说教 不是你逼着人家 要人家相信 是你要感动别人 是你要把这么好的 菩萨的佛法 去传到千家万户 是那种慈悲的心 和那种 这个 就是弘扬佛法的这种心 生路人心 是路人心 生的路到你的心里 是这个概念 所以要好好学 说一个 弟子证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给你天上 积一个功德呀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那师父 南京菩萨说 这两个守着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 这就是戒律 哪几位菩萨定好的 师父 你说一说话 你说那观世音菩萨 肯定在里边了 对不对 西方三圣 肯定有的 还有观世音菩萨 还有观地菩萨 他是管戒律的吗 那几位菩萨 就是我们 供的那几位菩萨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为透露 师父 那除了 是否读诵 这两个守着 除了日日提醒自己 每日诵读 还能得到加持 是这样吗 师父 当然了 你听话的孩子 能说菩萨 怎么会不喜欢 加持 就是加持那些 听话的孩子的呀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父 佛陀涅谈是说 要以戒为师 南京菩萨在这里 再次听醒我们 一定要严格持戒 师父 那请问师父 除了读诵这两个守着 还有哪些方法 更帮助我们 严格持戒呢 师父 严格持戒 天天想着自己是菩萨 天天想着自己是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要记住了 经常合掌的人 才知道自己是学佛人 过去 法师为什么穿袈裟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就让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修道人 我是学佛人 我是出家人 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是这个概念呀 对不对呀 你跟人家同流合物了 穿得一模一样 怎么显得出 你像个法师啊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车 师父啊 南京菩萨说 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 你说一件事的严重性 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 不可能 可是天律阴律在 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 师父 有疑心病的根源是什么呢 师父 疑心病 贪 贪 痴 痴 慢 疑 看见了吗 把疑都放在里面 疑就是怀疑 怀疑就是 是人的一种劣根性 应该 应该说是 本身带来的 但是呢 如果 带来之后 如果家里爸爸妈妈疑心病重 孩子更重 更重 就是说 贪 痴 痴 慢 疑 这个五毒 这个五毒在你心里 它本来就有根的 你如果爸爸妈妈从来不怀疑 这个可能这个根就不会发芽 你这个爸爸妈妈整天也是怀疑 他就启发了孩子内心的那种疑惑的 那种怀疑人家那种坏的那种不好的 这种根性就出来了 明白了吗 给他挖掘出来了 对 让他生根发芽了呀 师傅 您说的这个五毒 现在叫五卓恶事 这个五毒和五卓是一样吗 意思差不多 但是完全不一样 五卓恶事有另外解释的 我以后帮你们解释一下 他是按照 按照一种佛法的理论推理到 这个世界末法时期是五卓 明白 五卓 他是讲气场的 是恶气 五卓恶气 所以人家说这个世界也有气场 气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师傅那作为学法人 我们如何应该克服自己的疑心病呢 克服疑心病的人就是没有 有疑心病的人就是对自己没信心 比方说你怀疑老婆 你就对自己没信心 你比方说你怀疑你老婆在外面有男人 你自己男人没有信心 因为你觉得你不如他 不如其他的男人 如果你有信心 你老婆怎么会去找其他男人呢 你觉得你对你老婆很好 而且你老婆很爱你 而且对你很忠心 你自己有信心的话 你怎么会起疑心呢 是的 你说我老婆肯定不会的 不可能的 那你说你这种人会怀疑老婆吗 比方说 你这个人功课一致很好的 人家说这次你考得好吗 你自己有信心啊 你就不会怀疑自己了 说哎呀 我这次会不会考得不好啊 因为你没信心啊 所以去掉怀疑心的人 一定要对任何事情都有信心 对峙的 这是对峙他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开车 师傅南京菩萨说 你师傅心夸 我告诉你们 心夸是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 不是用在自我安慰 麻痹 逃避自己的问题上 请师傅开车 这里心夸是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的含义吧 师傅 其实南京菩萨挺好玩的 他很了解我 因为我有时候很大的烦恼事情啊 我讲完了 师傅这个很生气 气完了我就忘了 很多人以为我是健忘症的 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叫心宽 放得下 拿得起放得下 你作为弟子 我必须要教育 如果你不是弟子 我怎么教育啊 对不对啊 好了 拿得起放得下 没带来什么 但是你本身没带来什么 你也要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执着 执着是什么 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你心里的一种形态 对不对啊 什么叫执着啊 要是你把执着放下 执着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没东西的 是你心中的一种啊 常态啊 什么事情都要 我一定要 一定要 我对了 那就叫执着 所以南京菩萨的意思就是说 你师傅能够放得下 并不是说啊 他就向你们啊 逃避 回避 哎呀 这件事情做完了 哎呀 没事啊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你的业已经造下去了 你的阴已经种下去了 你就等着果吧 这个不叫宽 心宽 这个不叫啊 这个这个这个宽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逃避 啊 心宽 自我麻痹 对了 自我麻痹 所以所以南京菩萨说的很对啊 自我麻痹啊 这很多人啊 得罪了人了 知道人家要来弄他了 他自己不会的 哎呀 这无所谓的 怎么怎么好了 被人家跑出去打一顿了 对不对啊 你不是自我麻痹吗 对 哎 没用 是吧 是吧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师师傅 最后个问题吧 南京菩萨说 菩萨以及贱性 他们是用自信之王 用智慧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 你们还未贱性 总是用人间的理论去思考问题 师傅 那我们如何用 才用 才能开智慧 又学习 用菩萨的自信之光 用智慧源 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呢 师傅 自信之光 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佛光啊 和宇宙合在一起 因为佛本身就在宇宙之上了嘛 对对对 所以你这是佛心 把他把他这个我们说提炼出来 把他修出来 你有这个佛性了 你就和天上的宇宙合而为一了 这个时候就天人合一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非常的宽大 所以人家说了啊 你比方说你跟什么样的人你就会 这个人整天说无所谓的 你跟这个人你时间长了 你也会什么事情不挂在心上无所谓 你今天跟天 你今天跟天 交朋友 天呢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个性 他的唯一的个性就是大 他很大 宽大 那么你跟天交朋友 跟宇宙交朋友 那么他就让你心里变得很大 那你是不是不会就小心眼了 你就不会痛苦 对对对 一样道理啊 叫人和叫物 叫天地万物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谢谢您 感恩您 师傅